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每一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 仿佛你们进的是旅店 而里面那个眼巴巴看着你们的老太太 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我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 虽然我不吃你们一口饭 不穿你们一件衣 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 是你们陪伴了我 就是亏欠了你们 老人表示 自从老伴离世后 几乎再也没有快乐过 八十岁生日那天 他只是觉得心脏越来越难受 但却不知道对谁说出来 反而更希望疾病能快点把他带走 在信的末尾 老人明白自己大限将至 于是写道 我真的很感激你们的陪伴照顾 但除了这句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的是 我后悔生了你们 如果有来世 再也不见了 但我是母亲 我恶毒不起来 我还是希望你们四个的晚年 都能幸福 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 情静了 严静了 就此打住吧 看完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我身边朋友看完时 评价却是两极分化 有的认为 这老人要求太高了 自己一个人怎么了 如果没有共同语言 陪伴多痛苦 这是非常野蛮的亲情绑架 有的却认为 这是很多晚年父母 最真实的内心写照 等你老了 躺在病床上 眼睁睁看着一把屎一把 尿带大的孩子 一个个自己去快活 而你回想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 晚年还要忍受一个人的冷清 有孩子等于没孩子 换了是你 难道不心寒吗 记得在奇葩说里 张全霖曾说 自己做空巢老人调研的经历 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老人身上 总是会有一股老人味 原来并不是身体机能下降的缘故 因为当时他去做采访 跑去问医生 医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 直到遇见一位老奶奶 张全霖忍不住向他采访道 您多久洗一次澡呢 老奶奶接下来的一番话 令张全霖唏嘘万分 时过境迁 说与观众听 在场不少人都哭了 老奶奶当时说的是 我尽量不洗澡 一个人 我老了 洗澡是最危险的事 万一摔倒了 那可怎么办 我怕给孩子留下负担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 却让人觉得 无比心酸与沉重 原来那些被你嫌弃的老人味 竟只是他们害怕麻烦子女 之前还有一个新闻 是一对高学历老夫妇 二老退休前 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他们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生 一个是中国人大毕业生 十分的有出息 但尽管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孩子 这对老人却战战兢兢 过了近十年的空潮老年生活 被问及 为什么不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时 老夫妇一方面考虑到 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买了房 都有房贷的压力 另一方面才是最扎心的 他们从不开口请二老去住 记得最开始 老夫妻都还习惯 可以拿着养老金过活 但后来他们发现 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一个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另一个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平时丈夫会为妻子量血压 妻子会监督丈夫按时服药 就是生怕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 另一个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 但不幸还是发生了 要不是邻居及时发现 恐怕命也保不住 当看到两个孩子来医院时 许久没见过面的二老 孩子般地忍不住哭了起来 就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但在孩子们眼里 只觉得父母怎么变得越来越脆弱了 后来他们还是决定搬进了养老院 采访的最后一句话 令我的内心至今颤抖不已 当你以为父母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 其实他们正渐渐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 到了需要依赖你的时候 你呢 你不是不懂 你只是不愿让自己那么快醒过来 之前费玉清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引起一片哗然 但了解背后真相的人们 却留下了久久一片沉默 费玉清说 父母都去世了 人生突然没有了归属 再绚丽的舞台 也让她感到孤独 一封亲笔信 寥寥数字 不舍得不是舞台 而是永远难以再见的双亲 遗憾的不是鲜花和掌声 而是永远无法拥抱的父母 还记得20年5月18日 柳妍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 告知父亲离世的消息 之前她曾在节目中说过 父亲身体不好 在医院治疗了许久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 自己19岁那年 没能力挣钱 未患癌症的母亲治病 如今的她 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 为父亲提供最好的医疗保障 只是说到最后 她哽咽住了 缓缓道 如果亲人健在 有什么都给他们吧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 他们不配拥有这一切 这番话 戳中了多少人的心坎 写这篇文章 没有谴责子女的意思 谁都没有资格 去责备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只是作为一种警醒 别忘了 你在奔跑的同时 身后站着的是年迈的父母 他们并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但也不想 你把这份爱当成理所当然 狠心地将其抛在身后 马薇薇说 父母想进养老院 那是因为他们懂事 可是我们当子女的 就能够心安理得地 由着他们懂事吗 所以身为子女 如果可以 无论你多忙 都该抽空陪陪他们 哪怕一辈子和父母吵吵闹闹 等有一天 他们闭眼的时候 你能问心无愧地说句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这辈子对得起我 我这辈子也对得起你们 人最大的教养 是善待父母 随时都给父母好脸色 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体现一个人的素养 可现实中不管什么情况下 都能做到给父母一个问候 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每天给父母一句问候 关键是心怀感恩之情 多想想长辈们的付出 和补育之恩 真心爱父母 应该和颜悦色 善待父母 父母就是我们的根 根过得不好 知业也不会繁茂 善待父母 就是给自己浇水施肥 从内心深处发出微笑 让他们感到快乐 幸福 你怎样对父母 子女也将怎样对你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